Hello 大家好 我是英文员莫斯巴斯 那今天我要来跟各位讲解一个 百搭的题目 就是如何把一个中文 翻译成一个还不错的英文 让大家外国人可以听得懂 那我们今天直接破题 教一个大家 一个很好用的句型 在这个句型里面 英文可以 中英文可以做蛮自由的转换 那这个英文句型就叫SVO Playtime 要记住SVO Playtime 就是S就是subject 主词 V就是verb 动词 O就是object 售词 Place就是地点 地方副词 Time就是时间副词 你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 但是你要能够使用这个 顺序的一个两大前提 第一个前提就是 你的中文必须要降到最简单的中文 也就是最简单的白话文 你不能有文言文 OK 不能有文言文 一点都不行 然后要最简单的白话文 直述方式 第二个呢 他必须要按照英文的 刚刚讲的SVO Playtime 主词 动词 售词 地方副词 时间副词 中文要按照这个顺序排列 完成这个两大原则就可以使用 我们今天讲的百搭句型 然后现在我们进入了六七月 六七月就是我们的毕业季 那毕业季呢 男生大学毕业之后 都会面临一个立即性的问题 就是可能要去当兵了 那女生呢 接下来 这个就是最后一个暑假 因为暑假完毕之后 马上就要面临的就业问题 那就业问题呢 另一个让大家要去注意的 就是履历的撰写 那履历的撰写里面呢 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就是要如何写字撰 那我相信写字撰大家 中文都没有问题嘛 那在这边 英文要如何写好一个不错的字撰 相信大家就会比较有兴趣 等一下呢 我们要来向各位展示说 如何运用我们刚刚讲到的 SVO Place Time 来去套入你的中文字撰 把它转成英文字撰 很多人在做履历的撰写的时候 尤其是英文履历撰写 英文字撰撰写 那通常最简单的做法 就直接丢到Google Translate 所以Google翻译 一瞬间就把它翻译完成 那这方面就会产生一些 文法的问题 制衣的问题 那另一派人会使用 人力量提供的履历的套版 那这套版放下去呢 它也会产生一些 翻译上的问题 然后针对那些人力资源官 他每天看了很多履历 那如果这方面 你没有一定的英文程度 可以去做检阅 去检查Google翻译 或是人力银行套版的那些文法架构 很容易就出错 出错呢 出错事小 最麻烦的就是 搞不好人知 还把它看起来是一个笑话 这时候反而变成一个困扰 好 那我们现在就用Google Search 来做一个自传翻译的搜寻 OK 那我们现在就用 我们现在就用第一个搜寻到的结果 来去做一个简单的 我们刚刚SVO Place Time的转换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来看第一个 我们看到的一个 这一个範例喔 它第一句话就是说 我出生在一个很平凡 但是很美满的小家庭 那我们先讲用SVO Place Time 这一种翻译的方式 它不会有华丽的词照 它也不会有非常复杂的一个文法架构 但是呢 它绝对会比你用Google翻译 翻得乱七八糟 来得简单 而且人家容易看得懂 这个是它的优点 OK 不过它确定就是不会有很华丽的词照啊 也不会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文法架构 OK 这是它的特性 那我们看第一句 我出生在一个很平凡 但很美满的小家庭 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做简单的翻译就变成 I was born in a small, happy and normal family 那我父亲是个公务员 他在台电服务 My father is a government worker who works in a Taiwan power company 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 而弟弟和我都还在学校求学 My mother is a housewife I and my brother are still studying at school now 父母用民主的方式管教我们 My parents teach us in a democratic way 希望我们能够独立自主 主动学习累积人生经验 They hope that we can be independent Learning actively, accumulating life experience 但他们会适时的给予鼓励和建议 They will give us advice and encouragement from time to time 父母亲对我们只要求两件事 第一是保持健康 第二是注重学业 My parents only ask two things from us The first thing is to stay healthy The second thing is to focus on our schools 那接下来这一句比较困难 因为为什么 我们先听听看他的中文 因为没有健康的身体 就算有再多的才华 再大的抱负也无法发挥出来 我们说过要去做SVO Place Time 这一个转换的首要条件就是 中文要降成最简单的白话文架构 记住要最简单 不能有任何一诗一毫的成语在里面 那理语最好也拿掉 然后呢 接下来要按照英文的那排列方式 就是主词、动词、受词、地方副词、时间副词 中文要按照这个顺序排列 那如果没有 要把它中文转换一下 变成类似一式 但是它中文顺序按照SVO Place Time 那因为没有健康词 这就不是主词、动词、受词、地方副词、时间副词的顺序 所以我们要先把那一句中文稍微改一下 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健康 你就无法达成你所想要做到的事 这时候就有主词就你了嘛 如果没有健康 这就很简单转换咯 我们来听听看 If you don't have health you can never achieve what you want 这就跟刚刚那个中文就很像 因为刚刚那个中文 因为没有健康身体 那英文是个特殊架构 是不是 Without health 就算有再多的才华 No matter how talented you are 再大的抱负也无法发挥出来 You can never achieve what you want 它是有特殊的英文的架构在里面 所以呢 先把中文降下来 第一个记住白话文降成最低等的程度 然后呢不能有成语哦不能有谚语哦 第二个就是中文要按照SVO Playtime排列 这就容易转换 然后又因为家最后一段 又因为家近并不富裕 所以必须专心在学业上 学得一技之长 将来才能自力更生 My family isn't rich So I have to focus on my study to gain a skill I can make a living on the skill in the future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自传履历 然后用这种方式把它 希望我们今天教的这些东西 对你有所帮助 那如果你对今天我们所教的这种方式 有任何的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们也开放一个观众 OK 我们随机抽出一个观众 欢迎你私讯给我们你的履历 我们会随机抽出一位观众 针对你个人的履历 其中一小段 我们会用运用这个方法 去帮你做你履历的翻译 那不用担心 你的任何个人资料 个资 我们都会给予保密 我们不会公开在网络上 然后呢 我们会作为下次的教材影片 OK 那欢迎各位参与留言 谢谢 最后预祝各位求之顺利 前程式井